来吧,今天咱们分享一期就是看起来不起眼 但我觉得很好用的几个东西 如果大家是想要很保湿的水 很提亮的面膜 或者想要眼周状态很好的话 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好用 一个是传心落的面膜 这个美白面膜说实话就是我夏天的命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怕黑 可是我基本是不怎么在户外的 我每天上班我就是开车去公司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开车这件事情 也能把我的脸拱黑 我只要一卸妆 我晚上的时候就感觉我的脸有点发灰 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开始贴它 它这个美白面膜老师讲 它是在贴的那一天 我并不觉得我贴完之后整个脸就好白 而是我睡一觉起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肤色的那个白 是有一点点微微透的感觉 如果我当下的脸是有点不均匀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它那个分割线没那么明显 这个就是我觉得传心落很喜欢的地方 这一片里面其实就是传明酸的精华 所以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我每天在用它的时候呢 我就是里面贴眼膜 外面贴它的这个面膜 然后把它剩下的精华 给它像挤毛巾一样挤下来 然后涂在我的身上 睡觉 我觉得它这个面膜让我到现在最不喜欢的一个点 我觉得它膜布有点厚 我真的觉得它膜布有点太厚了 它稍微再薄一点点 就薄那么一点点 我都觉得我可能爱用它的那种心情会很多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我近期觉得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眼霜 然后我一开始觉得它长得像不好用的样子 然后我再把它的这个膏体给它挤开 你再看一下它这个膏体是不是看起来都感觉很不好用 所以我一开始对它的心态就是 我先试一下吧 结果试着试着 莫名其妙的用完了一整支 因为我现在说实话我这个眼周还是挺开心的 但是大家能想象我是一个完全的就是沙漠大肝体 只要不用眼霜的话 我的眼下就会有那种像鸡爪的那种肝纹 是这边是三角形 然后眼尾这里它会有这样糊上去的一个小肝纹 然后我那一天在用它的时候呢 我就是睡前 他们家换了个新包装啊 就是睡前的时候我就把它当眼膜 然后差不多挤这么多的量 然后就整个涂在我的眼周上面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 就是那种干枯变湿河的感觉 怎么讲 就是一夜复苏 就是眼下这里会感觉超级的平 然后我上妆的时候整个眼妆贴得好好 但你说它的功效跟成分有让我觉得说 它特别的强吗 没有 它就是促胜效果做得很好 所以你要是整个眼周干到不行 你会觉得有那种很明显的肝纹的话 我觉得这一只真特别好用 但用量咬狗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只水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 爆款都不好用 不爆的我觉得都特别好用 就是因为他们家最火的那个是 最眉面膜 就这两个大家可以去上网搜 基本没有多少人推荐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水特别好用 它有一点点像是精华油的导入液 就什么感觉 你知道正常这瓶水 它其实的质地有一点点像是小精华 如果大家是洗完脸之后直接上上去的话 你会觉得 确实还挺润的 但我跟你说 就是如果你是有用精华习惯的话 你洗完脸 第一步你先用它 然后呢 你再用一个精华 再来你在第三次拍这个水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就是这个水把精华送到你皮肤里面的感觉 然后这个感觉在隔天早上睡洗的时候 哪怕你那天晚上睡觉没有用面霜 你隔天起来整个脸都是润的 特别神奇 我就觉得它特别好用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只水比较适合的就是 爱用精华油的女生 我觉得那个体感会更明显 最后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眼贴 我一般用这个眼膜 我就觉得我近期的眼周吃很好 吃得很丰盛 睡得很好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 因为我前两天不是陪朋友去问一下眼周的保养吗 然后他说打一针要一万一 我确实觉得啥家庭啊 一周打一万一 我觉得有点太过了 因为我不是内勾很明显吗 然后我其实内勾是眼睛下方肉跟肉之间的凹槽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眼霜针就不了 你唯一能做的一个动作就是甜 可是如果不打针的情况下 你要甜又很难 而这个是我觉得真的能甜品的一个眼膜 他跟咱一般用的那些唇膀之类的眼膜 有点不太一样 那些眼膜是属于什么呢 让你自己感觉 我是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心理作用 对心理作用 他这个是你真的能肉眼感觉自己睡一觉起来 整个眼睛就很平 而且我只要近期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贴他整个早上起来 眼睛下方就很好 但我正常正眼肉眼跟大家这样去讲讲话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我眼下还包含的不错吧 我现在基本每次跟大家分享爱用好物的时候 其实都挺长的 我一样是觉得能看到这基本都是真爱了